有很多这样的婆婆 她们把儿子当成自己人生的中心 一切都为了儿子考虑 一生也都是在为儿子付出 她们又希望儿子可以成家立业 有幸福的婚姻 却又害怕儿子心里都是儿媳 从而让儿媳来取代自己的地位 这样的婆婆在婚姻关系里 造成的婆媳矛盾是无解的 她们想要的是儿子全部的关心和爱 所以只会处处觉得儿媳是外人 少茶挑刺吵架样样都不会少 在这样的婚姻里 除非老公可以完美的掌握两方的平衡 不然总有一方会感到伤心和难过的 很多这样的婚姻 最后都以支离破碎为结果 那么儿媳在婆婆一次又一次的挑叛中 精疲力尽 再体贴的老公再幸福的婚姻 也会被无休止的婆媳矛盾带来的问题 而掩埋掉 在这样的婚姻里 有很多的男人也充满了无奈 嗨大家好 我是小胖妹 我老公和母亲啊 从小都是相依为命长大的 却因此呢 母亲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中心 在我们结婚后 婆婆处处交难我这个做儿媳妇的 最后呢 我就选择了离婚 究竟是为什么呢 婚前热情 婚后冷淡的婆婆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和老公两个人 原本就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同事 两人在长久的接触中呢 日久深情了 于是恋爱两年后啊 我觉得各方面条件都还比较合适 于是呢 就选择了结婚 恰巧啊 恰好碰巧的是呢 我们两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 那么一来二去呢 两家人也就早早的知道了我们的事情 我的父母对老公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因为老公啊 他不仅学历高 有能力 长得啊 也还一表人才的 而且呢 对于 而且啊 对我还是比较好的 挺上心的那种 所以呢 我的父母啊 就一直希望我们两个能尽快的结婚 在我老公小的时候呢 父母就离婚了 离婚后啊 他父亲便去了国外 一直都没有再回来过 那么老公啊 就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 于是呢 他妈妈就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了老公的身上 不过啊 老公倒也没有辜负母亲 对他的期望 可以说是挺真气的那种 认识的人啊 都夸他十分的优秀 我和老公的条件呢 差不多 但是啊 家境要比他好一些 而且我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 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啊 就是比较主动嘛 因此在双方父母都知道我们的事情后啊 我也就不觉得害羞了 也是经常去老公家里面吃饭什么的 可是婆婆每一次见到我都会表现得很开心 也总会拉着我的手热情的聊天 也经常的留我在家里面吃饭 好几次老公都说 觉得我才是婆婆的女儿 那会儿婆婆还笑话老公说 自己就是在给他找媳妇 听起来啊 这一定是一场很美满的姻缘 那么在两家父母的祝福下呢 我和老公终于啊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后啊 因为两个人还没有攒够新房的首付钱 所以呢 我就直接搬到了老公家和婆婆一起生活 想着离娘家也挺近 而且时常回娘家的话 也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呢 让我奇怪的是 在结了婚之后呢 婆婆啊 就对我冷淡了许多 和婚前的婆婆呢 完全啊 是叛懦两人 宰家也不经常理我 虽然别的都没有怎么改变 但是我觉得我婆婆啊 虽然说是 好像不怎么喜欢我了 但是呢 老公却安慰我说啊 我妈啊 就是看我突然结婚了 成家了 可能觉得呢 儿子不仅仅是她的儿子了 心里面就是又高兴 又伤心吧 不过这种落差感呢 也是属于正常的 听完老公呢 这么一说啊 心想着自己以后 可是要好好的表现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 这婆媳关系呢 就急剧的恶化 婆婆开始各种找我的麻烦 以前不会做家务的我呢 慢慢的就开始学习 就连做饭呢 也是在慢慢的尝试当中 虽然啊 这些在老公心里觉得 都不怎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呢 为人儿媳 为人妻子 这些都应该要慢慢的 学着去做 至少啊 可以帮我婆婆分担一些家务 唯有这样呢 也才能让我婆婆 从内心啊 感到开心 可是却没有想到 事情完全向相反的方向 发展了 因为刚开始尝试嘛 我有很多地方 做的都不够好 这就引起了啊 婆婆的不满 以前只是冷淡 那么现在呢 就开始责骂 记得有一次啊 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把水滴进了油锅里 当时油锅里的油啊 就啪的一声 溅了不少出来 甚至呢 还溅在了我的胳膊上面 于是没有经验的我呢 就赶紧的把锅盖给盖上了 去水龙头上面冲洗 正在洗着 我婆婆就进来了 看了我一眼啊 然后又扭头出去了 只听见呢 婆婆阴阳怪气的说 也不知道是当初眼瞎了 还是怎么的 怎么就娶了这样一个儿媳妇回来呢 连家务都不会做 还把厨房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 当时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呢 声音不小 我感觉分明啊 就是说给我听的 于是我就很委屈的 一马大声的责问到 她说 妈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要是看我不顺眼 你就可以直接说嘛 有必要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吗 可是婆婆扭过头来接着说 你还问我什么意思 我当初要是知道你是这样 什么都不会做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让我儿子娶你了 娶个你这样的祖 而媳妇回来 简直就是一个祖宗嘛 我惊讶的看着她呀 我婆婆就哼了一声 便走进了她自己的卧室 晚上老公回来 我刚走两步 还没到老公的面前 婆婆就说 怎么 你还想跟你老公告状吗 现在的儿媳啊 是一点都不能说的呀 还没说她两句啊 她还觉得自己很委屈一样 老公赶紧劝她妈不要再说了 当时呢我就强忍着我眼眶里的泪水 扭头啊就抖 就跑回了自己的卧室 随后呢老公也跟着进来了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 也就只能安慰我 让我放宽心 不要和她的母亲计较 不要和婆婆计较那么多 毕竟啊她是长辈 讲的对呢就听 讲的不对啊 也不要往心里面去 毕竟现在都是重处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得过且过呗 从那么之后呢 婆婆啊总是会阴阳怪气的说 一些让我听了就是很难接受的话吧 也让我彻底明白了呢 婆婆就是打心眼里啊 瞧不起我这个儿媳妇 正是因为她的不喜欢 所以呢才会每天各种找茬挑刺 但是好在啊 我老公每一次都能站在我这边 虽然不能指责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 但是啊我每一次受委屈了 老公呢也总是会回家给我各种补偿 他也从来没有责怪我的不对 正是因为老公对我的各种包容和迁就啊 我才能坚持的把这个日子给过下去 那么就这样一过呢就是五年 五年里啊我和婆婆的关系啊 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缓和过 我也没有说是在继续学着做家务啊 每天也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平时呢也是无视婆婆吧 我觉得就算自己做得再好 也得不到婆婆的认可 换来的呢也 我觉得就算自己做得再好 也得不到婆婆的认可 换来的呢也只有她一度的厌烦 而我婆婆每次看老公都站在我这边 为我说话 尤其是吵架后啊还会哄我 那么婆婆呢 就会越加的变本加厉了 骂我时还提高自己的音量 越是我不爱听的话呢 她就越到五个没完没了的 时常老公碰到这种情况呢 都倍感无奈 一边是妻子一边是母亲 唯一能做的呢 就是先安慰母亲再去哄自己的妻子 这让婆婆觉得自己听话的儿子 好像又回来了 所以呢老公的这一举动呢 让婆婆觉得这个家有她的儿子 为她圈腰了 只要老公不在家就各种的闹腾 还指使我做各种事情 有时生气呢 还会甚至还想动手好几次啊 都把我气得给递回了娘家 老公下班回家后 先听到母亲的告状 再去岳父岳母家赔礼 把我给哄回来 整的我们夫妻两个人啊 都特别的累 第一天我老公工作 需要出差了 可是啊 我在公司里面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回到家呢 整个人累的 也只想赶紧休息 没想到一进门 婆婆就甩了我一巴掌 当时啊 我都愣住了 于是大怒道 你凭什么可以动手打人啊 对面的婆婆说 没讲到我们家还娶了一个小偷啊 你把我那个玉镯子呢 我气得浑身发抖的说 你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碰到过 肯定是你自己不知道放哪了 然后又找不着 凭什么冤枉我 还这么不分清红皂白的侮辱我 胡搅蛮缠的婆婆破口就说 你胡说 我当初啊 就是眼瞎了 才从你过门 我告诉你 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 等我儿子回来后呢 我就会让他立马和你离婚 看着婆婆一脸厌恶 我终于啊 感到了筋疾力尽 离吧 你说离 我就离 老公出差回来后啊 婆婆已经找到了 她自己压箱底里的 玉镯 但是啊 老公看着我脸上的巴掌印呢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问都没有问一句 婆婆呢 也没有道歉 非说啊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定要让老公和我离婚 老公这次没有反驳 便同意了他妈的决定 后来啊 我们就直接去了民政局 婆婆一个人坐在家里 觉得特别开心 终于啊 把抢了他儿子的人 给赶了出去 他整着老公回来后呢 却看到了我发的朋友圈 在朋友圈里 我这样说道 终于被婆婆赶出来了 我和老公也离婚了 这样挺好的 以后呢 我就不用活得那么累了 配图啊 是我和老公的离婚证 婆婆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啊 就看见老公给我的评论 对不起 我替我妈和这个不称职的老公 向你道歉 婆婆的笑意呢 瞬间就凝固在了脸上 过了一会儿 老公回家收拾了东西 搬去了公司的宿舍 一句话都没有和他的母亲说 出门的那一刻呢 她母亲流着眼泪说 都是我的错 是我毁了你们的婚姻 婆婆把儿子当成自己的命根子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 她在婚前呢 对儿媳的热情啊 也确实是希望自己儿子 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找到自己好的归宿 然而儿子结婚后啊 婆婆看着恩爱的儿子儿媳 她又觉得呢 儿媳就抢走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啊 就开始处处的挑判 最后呢 虽然成功的逼走了儿媳 却也失去了儿子 作为母亲爱孩子是一方面 但也要明白孩子 永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尤其是在成年后呢 他们会有自己爱的另一半 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么该放手时啊 我们作为父母的就要放手 不然最终会毁了孩子的幸福 大家说遇到这样的婆婆 该如何选择呢 生活中有许多的妈宝男啊 都是被这样给培养出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并不是妈宝男的男人 却被同样的母亲给毁了婚姻 甚至啊毁了自己 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家庭 也想要孝顺自己的母亲 但是呢 在母亲的极度不配合下呢 这些最终都无法实现 所以说作为父母要懂得放手 作为孩子啊 要学会反抗 请在下方评论区里 留下你们的观点和想法 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 喜欢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